各位同學,我們來到example 4 我們在第一個example之前 我們最後一個example 都是比較困難的 找HCF、LCM 這次特別加了就是用factor theorem 即是說我們 記得我們找HCF和LCM的時候 首先要factorization factorization剛才溫了 有時候要用identity 但是這次既然用了factor theorem 記不記得上一科學過factor theorem 開始了 A 如何show x-2 is a factor 記不記得呢 記不記得factor theorem 我們要找p of什麼 要check誰 x-2 我給你兩個選 check p2 還是check p-2 ok 你當它是0 要考慮x等於2 代x等於2 記不記得了 好 人家叫你去show 那就一定是 但也要找找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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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3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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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x 二次乘负2是负6x 二次 同学有点记住,两个双减,负负得正,10加6x 二次 然后写加16x,16x 二次,16x 乘负2,负32x 记住是两个双减的,双减没了,负负得正,正 负27,正32,负27,正32,正5 这里写个5在 刚刚可以整除的,如果不能整除的话 可能要查一下有没有错 所以这里就是 px 等于,首先第一个factor是x-2 然后就是 3x 二次 加16x 加5 好了 接着就要用架数机按机,去factorize 这个,自己试试按一下 嗯 按了没有 好了,就是3x 加1 x 加5 用calculator 用calculator的时候你应该 按A是3,B是16,C是5 好像solve quadratic equation 那样 你应该找到 x 负5 对不对 要找到x 负5 应该是x 加5 等于0 所以x 加5 才是common factor 小心喔 它比x 负5来 你应该移行 x 加5 等于0 这样的概念 所以x 加5 才是common factor 小心一点 好了 一定要这样写的 比如这里,它会比x 负3分1 你就不要写 我3分1 应该移回整数 3x 加1 等于0 其中一个factor就是3x 加1 小心一点地方 小心一点 这些是 我自己提醒大家 好了,在B part 好了,去到B part 它叫我们找Rs Rs 就是 HCF 和 LCM R就是 HCF L就是 S 就是 LCM 看看Q 也要factorize Q这个是有三次方的 你记得如何factorize 27 X 三次 可以写成 3x 括号三次 行不行 3 三次方 27 1 写成 1 三次 OK 记不记得 A 三次 加 B 三次 背公式 一起背 A 加 B 没错了 A加 B 还有 A square 减 AB加 B square OK 行不行 好了,这里就是 看这里了 所以就是 Q X 我们factorize QX 27 X 三次 加1 等于 3 X 三次 加1 三次 好了 用一下这些空间 A加 B A square 小心一点 A square 按写就不对了 因为整个A是3X 加 减AB 加 B square 所以是3X加1 9X square 减3X加1 OK 这样就factorize 完了 这个应该factorize不到的了 这样 好了,我们退上了一点 我们找P和Q的common factor 和HCFL、LCM HCF P就是这个 先开心它 这个是P 这个是Q 所以 HCF 简单就是3X加1 OK LCM 就是3X加1 一定有 你有x-2 x加5 我都一定要有 你有这个 我都一定要有 好了 这个就是做完了 我们的factorize 好辛苦 好辛苦 这个就是R 这个就是S OK 后面那里 第二部分 B2那里 问得比较 没什么特别 他问我们 P乘Q 等不等于R乘S 直接双成 是吧 双P乘Q 我们看看吧 P乘Q QX 等于什么 两个双成 OK 是不是有x加2 sorry x-2 有3x加1 双成 是不是有2次 然后有x加5 然后有9x2次 减3x加1 这里就是P乘Q 那 查一下 R乘S 不好意思 这个脚架来的 阻止我们 稍稍稍稍 不要让脚架阻止我们做数 OK 稍稍稍 R乘S 两个双成 两个双成 3x加2次 直接将它乘乘乘乘 解释 做给他看 做给他看 就是那个Explanation 数学上很多都是 他要我们Explain 很多时候都是 你找到Result 所以就解释到了 就解释到了 OK 完成了